而是觀世音菩薩 既從做起 頂禮佛圖 而拜佛言 這個楞严經呢 在前邊也是大士智菩薩 念佛法門 修的念佛法門 這個念佛的法門呢 對於現在這個世界的眾生是很對積的 很相應的 為什麼呢 在這個經上說 佛法眾生 一億人修行 顯易得到 意義 意義就是十萬約億 這很多很多的這個人 修行啊 連一個得到的也沒有 那怎麼辦呢 也不要擔心 唯一念佛得度 只有啊 比念佛這個法門是很容易的 這個念佛的法門呢 是恒朝三界 代夜往生的法門 怎麼叫恒朝三界呢 這個有一個比方 比方啊 這麼一顆竹子 這個一個竹子啊 這邊有一個蟲子 這個蟲子啊 要是一節一節的 把這每一節都刻透了 然後鑽出去 這需要很多的時間 要是念佛呢 這個蟲子啊 在旁邊咬出一個窟窿 咬出一個窟窿 咬出一個窟 就可以啊 很容易就出去 這叫恒朝三界 代夜往生 代夜啊 是代許夜 不代現夜 代舊夜 不代新夜 怎麼樣呢 這是在你沒有 懂念佛之前 你呀 造的醉夜 都可以帶著這個夜 往生去往生去 然後你 造了 你要知道念佛了 你要害造業 那就啊 不可以帶去 你知道念佛 就要改過自心了 不要啊 還造業 你要再造業 就會啊 就會啊 這個夜上假夜 醉上假醉 那就帶不去了 所以啊 帶許夜 帶前生啊 所造的醉業 可以帶去 前生啊 你念佛之後啊 就不應該再造醉業 你再要造醉業 那不當 帶不去 帶不去 而且還要最佳一檔 你明知故犯 就最佳一檔 所以啊 帶許夜 不帶現夜 帶舊業 不帶新業 你舊時啊 所造的業 可以帶去 你現在明白佛法了 說哦 我現在念念佛啊 呃 我一邊念佛 一邊造業 所以 將來我可以帶到極樂世界去 把這個業 那是錯誤的 所以啊 你明知故犯 就最佳三檔 不但帶不去 而且你也不能往生了 為什麼不能往生呢 被你這個所造的業 就被你醉住了 啊 你這個業 被你醉住了 所以不能往生了 那么信佛的人呢 知道念佛了以後 切记不要再造醉業 這是大師之菩萨 念佛原通章啊 就是很要緊的 阿嬤 每一個人呢 都應該知道這個念佛的法門 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要念佛呢 就因為啊 阿嬤 和阿彌陀佛呀 有大因緣 在阿彌陀佛呀 在十個節以前呢 成佛 在沒成佛之前呢 那時候他叫法藏比丘 他做比丘 叫法藏 他在當時啊 就發了四十八個大院 四十八個大院呢 其中有一個啊 就是第十三院和第十四院 他說啊 十方眾生啊 要有成我名號者 說十方一切的眾生啊 他念我的名的人 要不成佛 是不取正腳 啊 這個念我的名字的人呢 他要不成佛啊 我也不成佛 所以 因為阿彌陀佛有這個願力 那麼 所有的念佛的人呢 都會生到極樂世界去 這個念佛的法門呢 這也是屬於單單一宗 中國的佛教 有禪宗 教宗 律宗 密宗 淨度宗 這是五大宗派 五大宗派啊 這個念佛法門是最後的一個宗派 那麼 在這個世界啊 將來末法的時候啊 這個楞严經呢 先沒有 先沒有楞严經 那麼 先沒有楞严經 然後啊 其他經典繼續就都沒有 最後 最後剩的什麼經呢 最後就剩的阿彌陀佛經 阿彌陀佛經啊 剩到世界上 度了很多人 啊 在經過一百年 阿彌陀佛經也沒有了 這末 末法末法就 法就滅了 阿彌陀經沒有了 還至有剩啊 阿彌陀佛 這六字鴻明 阿彌陀佛 這六字鴻明啊 再度了 這個人很多的 然後 六字鴻明也沒有了 過了一百年 六字鴻明也沒有了 就剩四個字 剩四個字啊 至上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啊 又住世一百年 然後阿彌陀佛也沒有了 這時候 法就滅了 沒有佛法了 所以 末法 末法 就是這樣的末 末法 我們現在啊 還在這個 末法的開始時候啊 我們要行持正法的 時代的事情 我們這叫啊 請佛注釋 常轉法輪 所以呢 在這末法的時候 還啊 這麼 不怕一切的苦 不怕一切的難 啊 我來給 也不怕辛苦 給你們講經 你們啊 也不應該怕辛苦來聽經 所以啊 任何人呢 都應該打起精神了 不要 說是疲倦了 就要去休息 我們違法忘記 你看 那個 釋迦牟尼佛修為求佛法呀 在雪山做了六年 我們現在啊 不到雪山去做六年呢 啊 那麼也應該啊 常常來研究佛學 研究佛法 不怕 不要怕辛苦 啊 這個 聽的佛法呀 拿的佛法就當飯吃 我啊 這一堂佛 佛經要聽不 沒有聽啊 就好像這幾天沒有吃飯 這樣子 要有這種的感想啊 我一定要聽這個佛法 一定要把這個佛法真正明白的 啊 你真正明白佛法到什麼時候去明白呢 就是要啊 在這個 聽經 多聽經 你要不聽經啊 你就不會開智慧的 尤其楞严經 楞严經啊 是開打智慧的 你看 前面講的二世五聖各素元通 個人說他 個人所正的警戒 啊 有的 從火光啊 三昧修成的 有的 從水光三昧修成的 有的 從風就修成的 有的從空那邊修成的 有的因眼修成的 有的因耳修成的 有的 就有這個 六肝呢 每一肝都有人修 這六肝 六禪 六十 十八戒 哪一戒都有人修成的 我們現在啊 聽這種的道理 你啊 把它 往自己的身上啊 來 合一合 啊 我應該啊 從哪一根來修行呢 你不要著急 就是從這個觀音菩薩這兒根圓通這兒啊 入手這兒最好了 就是啊 觀音菩薩也從兒根圓通修成的 洛南呢 也是要跟著觀音菩薩來修這個兒根圓通 我們現在啊 啊 古來這個佛菩薩可以留下這個最妙的方法 我們也應該啊 跟著這個兒根圓通這個方法來修行 這是最容易入手的一個 呃 呃 一個法門 兒時 當兒之時 觀世音菩薩 觀世音 觀就是觀看 觀察 以能觀知智 觀這個所觀知境 能觀這個智慧 去啊 看那個所觀的 這種的境界 能觀的智慧 就是觀世音菩薩 他自性裡邊 所具足的 這種智慧 所以 所觀知智慧 就是啊 眾生啊 所有眾生的音聲 這是啊 一種境界 要觀看啊 眾生啊 這個 苦生樂生 不苦不樂生 啊 善生惡生 啊 事生非生 觀看ー Vivim 觀這個 種種格的身 啊 啊 所以啊 叫觀世 天 氣就是世界 這事啊 過去 現在 未來 這叫做佛 觀著過去的 眾生的因果 觀現在眾生所造的 這個業 观未来众生应该受的果报 所以啊 这观要观过去现在未来 啊 他为什么就这么苦呢 哦 原来啊 在前生他就不孝顺父母 啊 对任何人也不好 所以今生啊 受的这种报也不好 那么 这是观种种的音声 这叫观世音菩萨 菩萨呢 就是这 角友情 又叫啊 大道心的众生 这个角友情啊 就自角角他 自角 说是啊 他是有情的里边一个众生啊 一定角悟了 已经角悟了 这是一个讲法 黄友 说是啊 他是角悟的一个众生 他也是个众生来着 但是现在角悟了 这是啊 又是有一个讲法 他现在啊 是个角悟的众生啊 他想令一切众生啊 都要角悟 都得到角悟 这叫自角角他 啊 自立立他 自己得到开悟了 又想啊 另一切众生都要开悟 所以啊 这叫自立立他 这是个菩萨 我们小佛法的人呢 这个菩萨 怎么样的意思 也应该呀 记得 不要像那个僧嘎 问了僧嘎 啊 开僧嘎 联合会 开僧切联合会 提出僧嘎两个字 没有人会讲 你说这简直真是 啊 想不到的事情 啊 所以 你这个菩萨 譬如小佛法 你见见 问问他 这个菩萨是怎么样 讲法 啊 那么菩萨 就是 角有情 角悟一切的有情 又叫一个 大道心的众生 大道心 他的道心最大 他也是众生之一 你不要把菩萨 看的不是众生了 菩萨也是众生的 不过他成了菩萨了 比我们 聪明 比我们有神童 我们这个众生呢 是很愚痴的 所以呀 才没有跑到前面去 啊 聪明的人呢 就跑到前面去 呃 愚痴的人呢 我们是愚痴的人 就落到后边 啊 我朋友 讲到这儿啊 我要再给你们 讲一个公案 这个公案呢 是怎么个公案呢 这不是对着果前讲的 但是也有多少啊 给他听一听 以前呢 有这么一个菩萨 他没成菩萨之前呢 他就闻到佛法 想要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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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怎么样啊 他家里父亲母亲呢 对他非常爱心 就不给他出家 不叫他出家 不准他出家 你说他就想出一个方法 想出什么方法 这个方法 是最坏的方法 最坏的 怎么样坏法呢 哈 有谁也猜不着 怎么样坏法 他呀 同着他父亲母亲 去游船呢 坐到船上 到海里去游 说是啊 那么我 你不叫我出家 我现在心里很闷的 我们去游游船河 游船河坐船呢 到海里去玩玩 去钓鱼去 父亲母亲很高兴的 说这好了 就同他去钓鱼去 钓鱼 他拿着钓鱼杆子 拿着这个钓鱼的 这些个工具呀 就去钓鱼 到到海里 你说怎么样啊 你说这个 这个人 给他父亲一个钓鱼杆 给他母亲一个钓鱼杆 叫他两个人钓鱼杆 在那一起钓鱼 钓鱼钓的 入了定了 他父亲母亲呢 也钓鱼入了 钓鱼定了 看着那个水漂 看着看着 看着一点 旁的目不旁观呢 心不外援呢 什么也不想了 正在这个时候 你说这个要出家 他这个儿子怎么样啊 这么两个手 一个手 一掌 把父亲母亲都推到海里去 推回他 把这个船呢 摆回来就出家了 说你不叫我出家 这回我一定出家 出家之后 我就拼命用功 拼命用功 以成佛为止 等到成佛 正午 然后再度他 父亲母亲去 你看 这是不最坏的一个方法 所以他出家之后啊 哦 什么旁的心都没有 就是一个修道的心 一点也不懒惰 一点也不懈怠 为什么呢 如果他不成佛 他是一个大不孝的人 如果他成佛了呢 就变成一个大孝的人 所以啊 你想一想 哎 一样的事情 看你怎么样做 现在开始给他们打回忆了 You take a reference to me Next time I told you things You 呃 I've seen you You listen Listen I talking Listen 会不会听我讲 讲话 呃 无论有什么事情 就是再困难的事情 再 不愿意做的事情 如果 我做师父的 要你做去 你会不会做 呃 不要今天 呃 现在 今天 归一师父了 明天就违背师父 就不听 不听话了 啊 呃 就 呃 把这个 师父啊 撇到九霄云外去 会不会这样的 会不会这样的 嗯 I told you I If have people take a reference to 我从 呃 门口 我从 呃 refering You take a reference to me I I know 我不收的 呃 呃 我所 所有的 归于弟子 你们看我不够师父的 呃 程度 不够师父资格 你们愿意拜谁做师父 尽量去拜 没有关系 我 我不管的 不过 旁人 旁人 其他的法师的徒弟 想要归于我 我是不收的 我认为啊 你这样子就是佛教的一个 拜人 所以我不收的 那么你们愿意做佛教的 好的 呃 弟子啊 是愿意做败类的弟子 所以你们自己去 我不管 呃 我现在 我给每一个人的自由呗 uh 他 估计 过年 我给大家 这 这 华教 como 我教 кого 王 从 世尊一念摩西 无数恒河沙洁 于时有佛出现 于时明观世音 我与毕佛发菩提心 毕佛教我重温思修入三摩地 观世音菩萨 他对世尊就讲了 给释迦牟尼佛说 一念摩西 我回忆 追念我往昔的时候 无数恒河沙洁 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 有无量无数恒河沙的结 于时有佛在那个时候 有佛出世 出现于世 这个佛的名字叫什么佛呢 就叫观世音佛 名观世音 这是古观音 现在这个观音 这是现在的观音 这是古观音 这个观音 也是从耳根修得的圆统 我与毕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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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个古观世音佛的面前发菩提心 我那时候就发菩提教道的心 毕佛教我 这个古观音 他就叫我从文思修入三魔地 从这个文思修入三魔地 这个文呢 就是一种文的智慧 思啊 就是思的智慧 思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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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 这个思啊 并不是第六意识啊 那个思想的思 这个思啊 是 就是净律的意思 净律 就是啊 用这个坐禅的功夫来修道 从文思绣 入三摩地 得到这个定律 不语 文正 入流 王所 所入 聚集 动静 二相 流然不声 入诗 见增 文所 文静 敬文不诸 交所 交空 空久 机缘 空所 空灭 生灭 寂灭 寂灭 现前 出于文中 入流 王所 这个文呢 是文的智慧 文是从什么文呢 本来啊 这鼻子 文 香味 这也叫文 这个文呢 是耳根 耳根呢 这种文的智慧 要怎么样文呢 要向内文 不要向外文 不要跟着生辰跑 就是不随 前边那个经常不说 不随着六根去转 这就是反文 文自性 反文 不是向外文 回来 这个文呢 是文自己的自性 所以啊 出于文中 出于文中 出最初啊 在这个文中 入流 王所 入流 什么叫入流呢 入流啊 就是向回来呀 闻这个自性啊 闻这个圣人的法性流 王所 把这个尘呢 所有外边的尘呢 这个六根六尘的警戒都忘了他 这叫王所 所入 记记 那么 这个王所和这个入 这个六根六尘的来源也没有了 断了 那么 入这个自己啊 自性的这个流 入自己自性流啊 自己这个自性也就寂 寂静了 就非常之静 在这个寂静啊 到了极点呢 怎么样 这个啊 动静二相 了然不生 这个动有动相 静有静相 动也有相 静也有相 但是现在啊 这个动静这两种相 了然不生 那么 很明了的 可是啊 它不生了 静也没有了 动也没有了 它动静二相 了然不生 入世见增啊 像这种那静的 清静的景见 见增 那么 一天比一天就增加 一天比一天呢 就圆满 闻所闻近 乃至于啊 就是闻这个自性 这种闻的能力啊 静也没有了 闻所闻近 也没有了 这个能闻 这个能闻和所闻都没有了 也没有一个能闻的 也没有一个所闻的 能闻呢 是这个耳根 它能闻 所闻的呢 闻自性 啊 也没有了 也没有了 能闻和所闻呢 所闻都 都近了 都没有了 近闻不住啊 那么这个时候啊 这个闻一性既然近了 近闻也不着住了 无所住了 这个时候啊 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了 啊 啊 没有所着住了 啊 没有所着住了 任何地方啊 也没有了 脚所脚空 就连这个有所感脚这个脚物的 这个心 都空了 都没有了 空脚 这个空脚 这个空脚 这个脚性啊 得到那个最极 最圆满的 这种 警戒上 空所空灭 这个能空的 心和所空的 这种警戒 都灭了 没有了 就连一个空也没有了 你有一个空的存在 你还指着空呢 但是现在空也没有了 生灭 寂灭 这个生灭 这种的心 也既然灭了 寂灭 现前 这时候啊 那个真正的 寂灭之乐啊 就现前了 那时候啊 哦 真是啊 那种警戒 是乐不可言的 寂灭 现前 下啊 啊 啊 忽然 忽然 再三元 抄月 是初世间 十方状元周 怀二 乌山 忽然在这个寂灭现前的时候,突然间超越超过世出世间,有情世间和气世间超出世间。 十方圆明,这时候啊,和十方的世界互相拥通而无碍,来圆明了,怀而殊胜,怀两种殊胜的这种境界。 一者,上和十方诸和凡妙脚心,与脱如来同一次力。 第一的就是啊,向上可以和十方诸和这个凡妙脚心相和了,与佛如来,和这个十方的福啊,如来同一次力。 那慈悲心呢,就和佛啊,跟慈悲心是一样的。 二者,下和十方一切六道中空,与诸众生同一悲养。 二者,第二者,就是啊,向下,可以和十方一切的六道众生,就相和了,与诸众生同一悲养。 这个六道众生,六道众生,六道众生,我们听听听的很久了,不知道是绷不绷。 什么叫六道众生呢? 按照我们这个人,这言耳逼舍身,这也是六道众生。 这六道轮回。 财生相为出发,这也是六道众生,六道众生,啊,都要转来转去。 这是我们自己自性里头的这个六道众生。 自性这个六道,和外边的六道,啊,是接连着的。 外边的六道,就有天道,就有天上的。 游阿修罗,就是一切的,耗勇,斗狠这一类的众生,他叫阿修罗。 修罗性,修罗性,修罗性的,就好作战。 属于善的方面,善的恶修罗,就啊,包围国家,去当兵去。 属于恶的方面,这个恶修罗,就去啊,做土匪,打劫,墙墙,啊,这是恶性的恶修罗。 这个恶修罗啊,天上也有,人间也有,畜生里也有,是轨道里也有。 所以这个恶修罗,有的时候啊,就说它是三善道。 天,恶修罗,加上人,这是三善道。 有的时候呢,又把它列入四善曲里头,四善曲,就是地狱,恶鬼,畜生,这是四善曲。 这合起来,天,恶修罗,人,地狱,恶鬼,畜生,这合起来,这叫六道轮回。 这六道里,他的众生,这现在,啊,这个观音菩萨,在佛啊,是比他高尚了,所以说,上和诸佛的慈悲,这慈力。 六道众生啊,是比观音菩萨,这个地位的低了,所以啊,说下和,下和,十方一切六道众生。 这众生啊,就是众缘合合而生,不是一种因缘,才就生出来,是多种因缘,种种的因素,而生出来啊,这叫众生。 与诸众生,同一悲养,和的一切的众生啊,也一样的,有这种呢,慈悲的心,这种悲心,悲养,是养,养求于佛。 世尊,由我供养,观音如来,蒙笛如来,受我入缓,闻寻闻修,金刚三昧。 与佛如来,与佛如来,同此利固,令我身成三十二英,入诸果度。 世尊啊,由我供养啊,因为,由我供养这个观音如来,就是啊,观音佛,蒙笛如来,我得蒙啊,这观世音佛啊,如来,受我入缓。 受我啊,这种入缓的,闻训闻修。 怎么叫入缓呢?入缓就是,啊,修而未修,未修而修。 啊,就是啊,在这个,对,也就是念资在资啊,永远不忘。 你说不忘吗?他还没有想着,你说没有想着吗?他又没有忘,这就叫入缓。 闻训,啊,天天呢,修这种闻,反闻闻自性啊,这功夫来熏习。 要闻这个,这样啊,反闻闻自性来修行。 啊,这个金刚散类,就成了这种病例啊,这叫金刚病。 得了这种金刚病,于佛汝来啊,于这个佛汝来啊,从此利固。 你,由这个佛汝来啊,和佛汝来的慈悲的利啊,是一样的。 令我身成,令我自己这个身成,三十二应入诸国度。 啊,到一切的国度去叫化众生去。 世尊,要诸菩萨入三摩地,尽修无漏,圣极现缘,活现破身,而为说法令气解脱。 世尊,要诸菩萨所有的十方一切的菩萨,入三摩地,他得到这三摩地,尽修无漏。 他想尽,再往前进取修行啊,这个真正的无漏,无余的涅槃,圣极现缘。 他发生了一种啊,最圣妙的这种的智慧,而啊,现出一种啊,圆通的警战。 我现佛神,我在遇到这种的众生呢,我就现出这个佛神。 我虽然没有成佛,因为我和佛的慈悲的力量是一样的。 所以我就啊,以这种的慈悲的力量来现出佛神,而为说法,为这个菩萨说法,用其解脱,让他得到成就。 我虽然没有成佛神,而为了解脱,让他得到成就。 比较有小,寂静妙明,他得到一种啊,这个寂静的快乐,得到一种妙明的这种智慧,圣妙信情。 他也是啊,殊圣啊,这种的智慧啊,现缘,现出啊,这圆,圆筒。 我与笔筒,我在啊,这个众生的面前,现独角身。 独角就是,也是二畅人啊,在无佛出世的时候啊,他开悟,修十二因缘而开悟的,这叫独角。 他春观白花开,秋观黄叶落,他悟得啊,天地间的万事万物,自生自灭,这种的道理,所以啊,他开悟,开悟这叫独角。 这叫独角身,而为说法,用其改脱。 绕诸有小,断十二缘,缘断丧性,圣妙现缘,为笔签,现缘角身,而为说法,用其解脱。 绕诸有小,就是啊,这个三国以前的,这个,俄罗汉,断十二缘,就断十二因缘。 这十二因缘呢,我们前面讲了很多次了。 这十二因缘呢,也是很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无明缘形,行缘实,实缘明彩,明彩缘六入,六入缘处,处缘寿,寿缘爱,爱缘曲,曲缘友,有缘生,生缘老子。 这是啊,它是有连带的关系的,所以叫十二因缘。 那无明要灭了呢,就行也灭了,行要灭了,施也没有了,施没有了,六入也没有了,六入没有了,除也没有了。 啊,那个,施灭了,这个明彩也灭了,明彩灭了,六入就灭,六入灭,就除灭,除灭,在寿灭,寿灭,在爱灭,爱灭在曲灭,曲灭在有灭,有灭在生,生老死灭。 那么这是啊,一种环灭的,因为修罗罗汉的,他把这个无明啊,认识清楚了,这个是人,这个生来的这种关系,就十二因缘,那么,呃,生了死,死了生啊,在这生死轮回里头啊,来回受生,生生死死的。 所以啊,他就把他灭了,先灭无明,无明一灭了,你没有无明了,就没有行了,没有行了,也没有这个失了,没有失了,就没有明散了,没有明散就没有六入,没有六入就没有除了,没有除就没有受,没有受就没有爱,没有爱就没有取,没有取就没有有,没有有就没有受了。 所以他修这个十二因缘法呀,这缘断圣性,他因为这十二因缘,他明白了啊,他就断这十二因缘,就发生一种圣性。 圣庙献圆 得到 献出一种圆 圆筒 我与笔钱 我观世音菩萨自己同自己 献圆角身 我就献一个圆角身 而为说法 用去解脱 用这个 圆角 得到解脱 教诸有求 得四地空 修道入灭 圣性献圆 活于笔钱 献生文身 而为说法 令其解脱 假设有这个 生文人 的恶罗汉 他 明白着四地的空里 修道入灭 他修一的道修行 得到 这个 捏盘的快乐 圣性献圆 他这种殊胜的 这种性啊 献出一种 圆筒 圆满的境界呢 我一笔 笔钱呢 我在这个 生文人的 面前呢 就献生文神 为什么我要 献生文神呢 因为和他同类 和他同类啊 我们就容易 说话 他容易相信 好像彼此啊 这好朋友 这好朋友 那么说话 这个朋友 就会相信 如果大家要是 没有什么缘呢 你讲什么好听的话 他也不相信 所以啊 他要 献他这个同类的神 来去教化他 就像一个生文神 生文呢 就是闻着佛的声音 而悟到的 这个生文 你看这小秤呢 这都是二秤就嘛 而为说法 令得解脱 绕诸众生 欲心明目 不犯 欲尘 欲身清静 我与 底线 献翻 云身 而为说法 令得 令其解脱 假设要有一切的众生啊 这个众生 就不 也不是生文 也不是圆角 也不是 不是菩萨 就普通的六道众生 欲心明目啊 他想要啊 得到 这种开悟 心里啊 想要真正明白 不犯 欲尘 不犯呢 这一些个 欲 贪欲的 这些个尘老 欲身清静 他想要啊 他自己身 得到清静 我一笔时 我一笔钱 我在这个时候啊 就献一个 凡王身 凡王呢 就是大凡天王 天上的凡王 而为说法 令其解脱 绕诸众生 欲为天主 统领诸天 我与笔钱 献地 诗神 而为 说法 令其成就 假许 假设要有 这个众生 啊 欲为天主 他想啊 做天主 这个天主啊 就是所说 那个天主 叫那个天主 是一样的 嗯 同领 诸天 他想啊 管理 所有的一切的天 在天上啊 他做 做这个主 我与笔钱呢 我就在这个众生的面前呢 献地是神 就献这个 地是就是天主 就是天上的一个 主人 啊 而为说法 令其成就 我 献这个地是 就献天主的神呢 而为说法 令其解脱 如果这个楞严经啊 你没有听过楞严经 你不知道 这个观世音菩萨 原来 你啊 好像天主教 他所 崇拜的圣母 那圣母是谁呢 就是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他信他呢 也就因为 他们那些个人啊 天主教的人 都愿意升天 啊 所以观音菩萨 我就献这个天人 献这个天主 去教化他们 让他升到天上 然后再回来 一点一点 无非啊 他 观音菩萨 为什么 引诱他们 上天呢 给他说这个法呢 因为啊 他最终的目的 也是想他们信佛的 想这一切的众生 不过他 现在愿意升天 啊 就叫他先升天去 然后回来 再 再信佛 我们一般人呢 角度 这是很长的时期 其实啊 在佛菩萨的眼里看呢 就是很短的 这么一 好像 就是一 转眼之间的 就一刹那 这样子 这好像我们人呢 啊 本来 这父亲母亲呢 想叫这个儿子 小一个 很 很好的技能 那么这小孩子啊 他不愿意 小这种的技能 他愿意 小旁的去 那么他 于是乎父母 也就随他 你小旁的呢 小其他的 技能 那么结果呀 转来转去 还是想他 消一个最好的技能 所以观音菩萨 来教化众生 也就是啊 众生有什么心愿 他就随心满愿 但是他最后的目的呀 无非想要叫 引渡众生啊 就称佛去 所以啊 嗯 要读众生 欲身自在 忧心 失方 我与笔迁 献自在天身 而为 说法 愿起成就 要所有的一切众生啊 欲身自在 愿意他身呢 得到他 随意自在 啊 很 欢喜怎么样 就怎么样 游行 失方 愿意啊 到失方去 游行 旅行去 我与笔迁 我就在这个人的面前 献自在天身 献这个大自在天身 大自在天身呢 就是游行自在的 他欢喜到什么地方去 就到什么地方去 而为说法 我给他说法 令其成就 令这个众生啊 他的愿力啊 他这种啊 欲望啊 和成就 到诸众生 欲身自在 非心虚空 我与笔迁 献大自在天身 而为说法 令其成就 要诸众生 假设 要有一切的众生 欲身自在 他想啊 很自在的 身体啊 随意变化 飞行啊 虚空 到虚空 到虚空里去啊 飞去 佛与笔迁啊 他有这种的愿望 我啊 就本照 上通 佛的慈力 这种的精神 献于笔迁 献大自在天身 大自在天呢 就是在天上的 一种非常自在 非常的快乐 这个 你由这种大自在天 献这种大自在天身 而为说法 令其成就 跟他成就 他的愿望 让诸众生 爱同鬼神 救护国度 我于笔迁 献天大将军神 而为说法 令其成就 假设 若有这个众生 他欢喜啊 从领的鬼神 义食鬼神 就是支配鬼神 救护国度 他 为什么支配鬼神呢 他想救护 他的国度 我于笔迁呢 我在这个人的面前呢 献天大将军神 献天上的 一个大将军神 而为说法 令其成就 让诸众生 爱同世界 保护众生 我于笔迁 献四天王神 而为说法 令其成就 假设 这个世界 所有的众生 爱同世界 他愿意啊 同领世界 做世界的领导者 救护众生 他为什么 做世界领导者呢 他想要保护 世界一切众生 我于笔迁 我在这个人的面前呢 就献四天王神 而为说法 并且同就 四天王啊 就是 有这个 东方 叫吃果天王 南方 是广木天王 西方 是增长天王 北方 是多文天王 这四大天王 这个人呢 要想 爱同 世界 要同理世界 保护 保护这个 众生 光阴菩萨呢 就献四大天王的神 给他说法 要读正神 爱生天公 屈指鬼神 我于笔迁 献四天王 国 太子神 而为说法 拧起成交 假设要有众生 爱生天公 想要生天去 生到天上啊 想天府的 在天上啊 他还可以 屈指鬼神 用这个鬼 你给我去做一件 什么事 用这个神 你去给我 做一点什么工作 这屈指鬼神呢 这个事情呢 很平常的 人呢 以为是很奇怪的 其实不奇怪的 假设要有人 让你驱使鬼神的话 我与笔迁 我在呀 这个人的面前 献四天王 国 太子神 献这个四天王的 这个太子 神 而为说法 拧起成就